顶峰的樊振东了 嗯对他现在的通过他的世界杯包括几战公开赛 拿到了以后包括最后的总结赛 大家都可以看见他的技术 整个击球的质量包括技术的先进程度 我觉得都是达到了一个他现在的最高点 是 这边樊振东是率先得分了1比0 然后包括说在过去出现过未免冠军 这边1比1 一上来打得很凶啊 双方好像都没有给对方去试 对我们昨天混双也有看到啊 丢了第一局的往往在后面会在会在后面几局的比赛 当然受到一些心态的波动啊 3比 我们场上两名选手年龄其实也非常接近的 一个是97年的樊振东 一个是96年的张玉东 都是同年龄段的球员当中 那质量还是有比张玉洋高的 虽然我们说樊振东和张玉东双方可能在绝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方面去怎么说限制或者说稍微针对 樊振东的多版能力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吧 然后可能跟他打更小突破的地方还是在于他的前三板这个方面 前三板 樊振东可能也肯定更小 前三板这方面都做一些文章吧 都加一些质量让小朋友适应 4比7 1比6 5 很关键 这个球阐振东如果要输了的话 转过来张玉东会发球 是陈兴同和何卓嘉的比赛 他是一个比赛中很有激情的一个人 很有拼劲 其实在比赛中打不出这种球的时候自己也会对自己多一份肯定 对比较长信心吧这种球 看他能不能先拿到这一局的一个局点 一局 一局 那么在今天下午呢 他跟张玉东之间啊 将会决出前六强的选手来参与到明天六进三的比赛 空间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球上没有处理好 他的整个局面就会很被动 我觉得凡云东的心态会越来越放开 到一个2分的优势 过来 2比 看张玉东怎么来做出一个调整 一个是技战术打法上的 另外一个当然还是自己心态上也很重要 过来 住 好 好 看着东前三板的处理还是非常严密 就是张玉东和杀的空间嘛 嗯 好球 这一 4比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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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一下这一球的回放 连续两个运气球 就是高水平运动员 嗯 比较严谨大的赛 不给对手博上的空间 出了 这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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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东这一球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分是终于打平了 5比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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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 不 什么地方做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还是打得过于小心了 嗯 第一局应完优势已经明确了以后 可以 在原有的棋场上 哎 哎 哎 接下来两个张玉东的发球对凡正东来说非常关键 能不能把比分再咬回来啊 哎 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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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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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就是可以完全可以跟它直接形成双拳球的对抗 支援从长球打起 就像刚才那两球的一样是吧 可以说 就在比把ック zag爷bor 优势其实是对于运动人员来说非常好的 落后一局呢一般也还好 还是都有机会 在经过第一局的了解之后 明显第二局大家都打得更加的 把这个节奏拉得更长 比分上的打平 5比5 7比7再是9比9 看一下谁会拿到 谁会先拿到十分的这个局点 张宇东 加油 张宇东 加油 张宇东 加油 过来 过来 这样的话 显压力在张宇东这边 顶住这机会直接把比赛带走 张宇东 加油 没有听错的话 刚刚那个声音是小胖发出来的吧 没有 张宇东是吗 他给自己 因为我看小胖有一个非常 就是挺夸张的一个手势 平常都会迎完才会出声音 就是我这球打得真好 哈哈哈哈 哎 我用完了以后 他 这个非常可惜啊 没有很可惜分析是 对 在11比10的那一球 就是张宇东确实有点可惜啊 他要能够抓住那个 那一次的话 是 他就能赢这一局把比分 现在的正手能力非常强 张宇东的正手还是他的缺点 我觉得 好 上来第三局 张宇东率先得分 在场上这种心态处理的很好 还是在打自己的 帮助 RBR 那像张宇东现在这样 他确实在镇守得分上 是弱于对手的 他还能有什么余地去做调整呢 乒乓球 有魅力的地方 就现在的胜利 乒乓球是整体的一个增考的功效 有很多的技术 包含在这个比赛当中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 来去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吧 肯定不会轻易地去暴露自己的缺点 我们现在在一轮 然后现在呢应该是1比0的比分 面试车 面试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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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西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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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的话张玉东之后就会非常非常被动了 在3比0的情况下想要去翻盘很难了吧 到后半这一局肯定会更难受更下风 而现在凡神冬明显越打越可 对张玉东来说确实是可惜 本来是可以有拿下的这个机会了 是 平凡球往往就是这样 这一分输掉了 那我们在第一个竞猜拔大神的环节呢 是之巧 是 现在我们进行的第三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应该叫暂停 这样叫了暂停 在10比8这个比分非常关键 张玉东发球 这一分 矩了三分 对 现在是第三分了 好的 但是呢我们确实看到过去三局他们的比分分差不大 我们之前在竞猜拔大神当中有猜过说会比分大的 我们有给出选项有5到6分 7到8分 但是他们几乎两局都是空一比7 现在是第三局正在进行当中 陈欣彤暂时4比3 小分上领先 好 那么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 男子单打的比赛 凡震灯和张玉东 第四局非常的关键 如果凡震灯能够 上来1比0 赞尼回来 这球有意思啊 这个小康是从开局就直接拿到了5分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张玉东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心态方面也好 还是在技术方面也好 楚庆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调整一下 因为得到了释放以后 谁都赢不了他 陈欣彤现在属于进入到一个怎么打怎么有的境界 对 其实你正重一层次的较量当中的话 所以说这张球还是给凡震灯一垫的空间吧 我感觉是 这张球出手有一些松 还是得按照你说的打呀 就是紧着打 人亲笔签名的照片是吧 不想让我找到签名可能 是从新得分 能不能在这一局当中再拿下的话 那么他就直接晋级了 所以确实留给张玉东的时间和机会 不记得张玉东的球风非常的励志 我感觉就是每一局他其实处在一个被动落后的情况下 但是他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运动员必须要区别的一个条件 在比赛中不管落后多少分 都是想着去赢每一分吧 是重要的一个品质 好 这样小胖来到赛点 手拿五个赛点 在明天再去进行六进三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六进三的同样也是七局四胜 那么相关的抽签结果呢 还要根据今天剩余的十二进六的一个比赛来看 谢谢大家